只有王家吧 最後一個這個 看來吧 張三負給他25 李四負給他25 哦 剛才那個不是嗎 是怎麼運行的兩次 再重新進來 是這個吧 我們先來看一下數據 他算了對不對 這個 我們用一個記事本來看吧 這樣的話 省得這個搞云數據多 我們來自己猜分一下看 首先來看一下這個數據 我們這個數據 類別是購物 這些我們都先不管 主要就是金額和付費人 這些吧 對不對 這裡邊 我們這樣寄 按照這種日期的先後啊 先寄24號了 付款人是張張三 對吧 兩個消費人 然後消費人是張三和李四 因為他們是均分 對吧 這個也要寄下來 金額是55是吧 這筆帳如果要算了 應該是怎麼算啊 37塊5吧 張三自己也消費了27塊5是吧 我們古血計成張三張三 27.5是吧 是吧 李四 給 給 給 張三 27.5 是吧 第二筆帳呢 誰付了款 李四吧 李四張三三塊錢是吧 那就是李四 自己花了是不是 李四 李四 自己花了2.5吧 張三 呃 張三 給李四 啊 1.5 張三 給 李四1.5吧 是吧 你看這樣算吧 另外一筆21這個賬呢 是吧 張三 給 張三自己花了10塊5是吧 李四 對 又給 張三 10.5 然後最後要算賬是怎麼 要怎麼算啊 這個先去掉 這個咱們可以用著 應該是27.5加10.5吧 知道啊 對吧 應該是30 呃 30 他今天我看一下啊 37.38 對 我們來看一下他統計數據最後是怎樣 是這樣吧 這就是統計正常了嗎 我們再來加一個 現在記著這個數據 是 雙方合計的是38和1.5嗎 對吧 我們來加一個個人消費看看 看看 看看怎麼樣 呃 加一個借貸吧 10塊 選的類別我們 隨便選一下 這次倒著選吧 借貸 然後這個呢 算是借貸這種方式 這次呢 是李四借給張三 對吧 我們保存這個賬目 那這個賬最後該怎麼啊 張三給李四的錢要增增加了吧 是不是變成 變成11.5了 加10塊嗎 是吧 是這個統計吧 這也對了吧 是不是 個人消費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 假設李四 自己又消費了3.5元 看個人寄的這個賬目對不對 3.5 就這樣 消費類別 水電器網 我們隨便選 這時候是個人消費 李四 就這樣 點保存 再看統計 李四自己消費變成5塊了吧 對吧 好 我們先搞清楚這個賬應該如何算 因為這個東西你在紙上或是什麼 比如說像這種複雜的業務或者是統計或者什麼 你自己現在紙上演算一遍 你你平常是怎麼計算的 對不對 你算清楚這個流程之後 你把它照樣原樣的寫到你的這個用程序實現 寫到你這個算法邏輯裡邊就可以 對 對 然後這個 你清楚了 我們下一步就來看什麼了 要分析它的這個數據了 對不對 應該是這個表吧 哦 不是這個表嗎 是 我們把它保存到桌面 保存了吧 哦 這個我估計要重新關閉 重新打開一下吧 直接看我們的視圖 查數據查詢 這個 剛才沒有覆蓋掉嗎 我們把它刪了重新附加一下 哦 是這個吧 我們來重新看一下 剛才那個 打開的不對 是這個吧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咱們是怎麼寄的 這個列呢 有點多 我們把它簡化一下 我們把它來簡化一下 簡化成什麼呢 我們只要 這個 payout 然後呢 再要上這個 payout的ID 消費好 其他的我們暫時先不看 我們只看這麼簡單 哦 這個多打了一個豆腐 嗯 我打了列名字不對 對沒有那個payout 我們的這個消費叫那個什麼 我們那個消費應該是permoment的吧 在哪呢 在這兒 對我們消費金額是叫 這樣還對 對吧 所以說我們這個數據如果要寄的話應該是這樣哦 然後這裡邊還少一個消費類別 把它也得顯示出來 重點最重點的就是這三個 對吧 如果是均分的話我們要怎麼算 先 在這裡邊如果按照我們正常算法根據他的數據應該是這樣吧 取了一條數據 付費人是一吧 對不對 然後是不是把這個數據裡邊這個給拆分開 拆分開 拆分開之後 這時候還要算這個裡邊的消費人到底是幾個吧 對吧 按數 按按豆號給他按速度拆分開 拆分開 拆分開之後是不是一看後面是均分 直接除以二 兩個人各加 各加上這部分金額就行了 對不對 比如說55這個 對吧 然後第二個 這個 循環到了 又是一個均分 付費人這時候又變成那個 李四了吧 這時候再拆分開 這時候又要整出來一個表格存 付款人是李四的這種情況了吧 消費人又是張三 這時候又是均分 第三個呢 又拆分開了吧 對吧 拆分開之後 這時候你已經有 有這個消費人是張三 需要付款人是李四這條數據了吧 先前已經有一條了吧 是不是你找到那條數據把它往上累加一下就可以了 對吧 然後下一個呢 借貸 這個要怎麼做呀 一看是借貸類型 直接是不是先前已經有 有這個付款人是李四 消費人是張三這種情況 是不是找到之後把這個錢直接加到 這裡邊張三這種情況那邊就可以了吧 是吧 然後這個時候就有一個 比較特殊的情況 你在便利的時候 是不是要把第一個給排除掉 不能再給他加一次消費了 因為我這是借貸不是均分了 對不對 就是這麼一個意思 然後這個個人消費呢 只有一個吧 很明顯只有一個 個人的話 是不是找到 是自己消費這種情況 自己消費這種情況 在這裡邊有吧 應該是這個吧 均分嘛 對吧 往裡邊累加就可以了吧 對吧 咱們這個算法就是這樣 你把它一行一行取出來 這樣累加就可以了 然後呢 我們用斷點來跟一下我們這個統計 到底是如何統計的 具體的進去跟一下 因為在這個統計的時候呢 還稍微有一些小技巧 要給大家說一下 應該是這個吧 這個結果直接就顯示出來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把斷點打到這兒 直接跟進來 點統計管理 這兒進來了吧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是如何做的 這樣我把它打大一點 我們用F5先進去第一層這個方法裡 看這個方法到底做了什麼 哦 這個要點到裡邊 再打個斷點算 你看這裡邊又套了一層 套了好幾層 我們都給它來一邊打上 先把第一個斷點放過來 哦 F5 F5 翻過來了吧 我們先來看一下注釋 是得到拆分好的統計信息 什麼拆分好的統計信息呢 我們進來 一行一行往裡進 按支付人ID才去取出消費記錄 是怎麼一回事呢 為什麼要按支付人的ID做一個排序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語句 是這個吧 咱們剛才看到這個數據是這樣的對吧 我們現在把它排一下去 我們看一下排完去之後效果成什麼 排序用什麼呀 對吧 這裡有了吧 條件是按照這個帳本 帳本為條件對吧 就是說按照帳本進行統計的 你北京付寨這個帳本 我就直接給你統計 北京付寨這個帳本 對吧 好我們來執行一下 剛才數據是這樣的對吧 一二二一一二二一二一二 是吧 我們查詢一下 這樣變成什麼了 哦 這個按的要去掉 嗯 數據是一樣的 有什麼區別啊 跟剛才那個查詢 查詢數據是一樣 但是區別到哪 是不是啊 這樣的話有個啥好處啊 那一塊他會跳呢 對吧 這樣的話你這個 到時候統計時候就這個效率就高很多吧 一會跳這兒一會跳那兒 挨個查 我一排序 排序完之後我按所有按付款人查就可以了吧 是不是只要上面這個一和二這種付款人在不一樣的情況下 我就可以新換一個統計的數字 把它沒有單獨存了吧 又有一種新情況 一個新付款人誕生了吧 對吧 這就是為什麼要用一個排序 這樣的話你效率就高很多 不像剛才那樣 這個付款人各個數據好像都有 對不對 好 我們繼續往下走 這時候排序數據排好了 如果大於零 就返回這個這個利子的 對吧 這個利子就被返回了 然後在這裡邊呢我們來稍微看一下 是一二 對吧 第二個呢 也是一二 對 這是按照我們順序排的嘛 然後繼續往下走 這時候取出來一個計算 就是那個計算方式那個數組 對不對 這裡邊我是把那個數組取出來了 為什麼呢 拿著這個數組當編碼給他 到時候好做對比吧 對不對 我這裡邊我沒有硬寫成這個字符的對比 當什麼什麼等於均分的時候 怎麼怎麼樣對不對 當什麼什麼等於借貸的時候 怎麼怎麼樣 為什麼不這麼做呢 萬一哪天 你那個裡邊那個 字人家看著借貸很不好聽 人家說我不想要借貸 我改成借錢 這時候你這個統計裡邊 你以前是借貸 你來回找你又沒替換下來 你這統計是不是最後就報錯了 對不對 所以說像這種地方 最好不要用硬編碼的方式去對比那個字符 還是動態的把它取出來 這樣的話 你一個地方變的字符隨便窄 我反正是用數組的索引做了這種 對比對不對 你怎麼改那個字體 怎麼改那個文字都不會有錯 好繼續往下 取出來之後 這又又出來一個統計了數組 是吧 當查詢的那個消費記錄不為空的時候 就要進去開始循環便利了吧 做統計了吧 是不是 怎麼統計呢 往裡邊走 按照咱們取出來的這個消費記錄 開始統計了 首先取出來一條這個消費記錄 是不是 然後取出他的真實姓名 因為你那裡邊是ID 對不對 你總要轉換成姓名吧 你不可能給用户顯示統計 你一 你應該付給二多少多少錢 對吧 這肯定不合適 我們把它都轉換一下 然後這樣的話變成兩個數組了 這兩個數組長度肯定一樣吧 一個是ID一個是Name嘛 長度肯定一樣 對吧 好繼續往下走 取出啊 當前這個消費的計算方式 是吧 消費方式說白就是 兵分接待還是個人 繼續往下走 好 開始判斷本次消費的這個消費類型 如果是均分 則除以本次消費人的個數 算出平均金額 對不對 如果均分的話 是不是這個 整個用户名字這個數組的長度啊 對吧 這個數組嘛 這個數組 你用它也可以 因為他們兩個長度是一樣的嘛 是吧 繼續往下走 得到這個消費人數了 該怎麼做呢 往下走 我們得到消費人數了 要 並且它是平均 我們該計算出 這次消費的平均金額了吧 嗯 怎麼做呀 對呀 就是 這不是有個 get amount這個嗎 對不對 是不是總錢數 這個方法 就是除 對不對 就是它這個 就是它這個數據類型的除 只不過咱們平常都用一個斜账 因為它是一個對象 它改用一個方法了 你把要除了這個數放到這裏邊就可以了 咱們要除了這個數 是不是要就是除以這個消費的這個人的個數啊 是這個 是這個吧 對吧 一除是不是就是總金額啊 然後這時候我除了之後我做了一些特殊操作 這個特殊操作是什麽啊 看 後面有一個二 還跟了一個什麽 Round the half even 這個三數 對不對 這是干嘛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一個前面的一個小解釋 首先 首先設置小數點的精確度 我們是不是精確到小數點後兩位啊 這時候已經到這個分這個級別了吧 你就沒必要再往下弄了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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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